红果果美食屋 就会树星球的一天 开始啦 红果果三位小朋友们 准备什么好吃的呢 派对 红果果大厨师就是我 红果果 刀哥 可爱刀哥就是我 刀哥 还有我最最聪明的摩尔 啦啦啦啦啦啦 运气来开派对 好吃的呢 好吃的全世界藏猫猫 喵喵喵 谁能帮大家去找一找 谁能去呢 好 十九八 七六五四三二一 啦啦啦啦啦 选定你就出发 这里好美 好多漂亮的玉金箱 摩尔来到了什么地方 我知道 这个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摩尔来到了美丽的土耳其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现在跟着摩尔找好吃的吧 找找找找找 美食在哪里 找找找找找 美食在这里 摩尔找到的是土耳其沙拉 土耳其菜可是世界分大菜系之一 它多用牛肉 鸡肉等肉类为主要的食材 因此成为了土耳其乃至欧洲国家的人们都非常受欢迎的一道美味佳肴 现在我要把美食传送给果果美食屋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红果果 本栏目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智版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 美食传送完毕 若听见我的冰箱又有动静了 一定是我们的美食搜索员摩尔给我们送完好吃的了 一起来看看 我的朋友们很遗憾 我的冰箱又坏了 所以只剩下一些食材 不过没关系 今天我们自己动手来做美食 首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做美食的四位小朋友 小嘉宾梁兆青今年六岁 小嘉宾曹云泉今年六岁 小嘉宾王子涵今年六岁 小嘉宾郑雨彤今年四岁 好 欢迎我们的四位小厨师 今天我们做的美食是土耳其沙拉 小朋友们喜欢吃沙拉吗 喜欢 好 一会儿我们就一起来做 那在做美食之前 我们要做什么 洗手 好 默默飞走行小手 看谁跑跑多又多 做错错又错错 小手变得很干净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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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完之后便忘记 关掉水龙头 哇 欢迎回来 本来木指定用品为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贝惠婴幼儿奶粉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这个好吃的土耳其沙拉 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呀 黄瓜 什么颜色的 绿色 绿绿的黄瓜 还有这个 青椒 青椒 好 这两个有谁认识 青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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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椒是绿色的 但这个是黄的和红的 彩椒 叫彩椒也叫甜椒 这种椒是甜甜的 一点都不辣 是不是很漂亮 对了呢 小朋友可以经常吃这些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好 那我们在切这些食材之前 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好 小朋友玩过切水果的游戏吗 没有 没有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 就在果果美食屋来尝试一下切水果 假设一下 在我们的面前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我们的手就是菜刀 应该怎么样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把手举起来像红果狗这样 好 现在下蔬菜鱼了 预备开始 好 好 就是要把这些食材切成丁 好 红果狗还摘了几种果蔬汁 其中有两种会用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种绿颜色的在你们面前也有 来闻一闻 有谁能闻出来告诉我是什么味道 芹菜 芹菜 其实它是西芹汁 西芹跟芹菜很像 味道也差不多 好 这是西芹汁 然后和我这里还摘了两种汁 可以喝 我请可如小朋友来尝一下 哪种是柠檬汁 这个 尝一下 好 然后喝这个 这种 为什么呢 叶酥 然后这个呢 甜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 你喝出来了吗 喝一口 再喝一口 猜猜它是什么汁 梨 梨汁 没错 那柠檬汁呢 是酸酸的 梨汁是甜甜的 那今天呢 我们要用到的就是柠檬汁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把柠檬汁倒进碗里 然后呢 把西芹汁呢也倒进去 记住柠檬汁不要倒太多 要不然会酸 我们可以用勺子来尝一下味道 嗯 不错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刚才切好的这些 蔬菜丁 放进去 放黄瓜丁 我们刚才都切过了 好 还有甜椒 黄的红的非常的好看 对不对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拿出这个了 小叶子 有谁认识啊 薄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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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薄药叶了 薄药叶了 薄药叶了 放在嘴里有一种嚼口香糖的感觉 有没有 非常地清新啊 好 小朋友就把薄药叶呢 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把它撒进去 接下来呢 再撒点奶酪丝 好 红果酥 最爱吃奶酪了 可以多撒一点 我也喜欢 好 都撒完了吗 那接下来呢 要伸出我们的手了 Doremi 嘎嘎嘎 变成了什么呀 鸭子 对 我们要变成小鸭子了 对不对 小鸭子要吃一些盐 好 撒进去 下雪了 再来一点 记住不要撒太多 好 最后 我们要放一种很特别的食材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有谁认识 蓝莓 蓝莓 蓝莓应该是甜的 有谁听到吗 告诉你们 它叫做黑肝蓝 小朋友说了 蓝莓 蓝莓不是绿色的吗 还有黑色的 那就让摩尔来告诉大家吧 这是黑肝蓝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鲁蓝 它的果肉是可以吃的 而且富含钙质和维生素C 黑肝蓝是很有营养的 而且还很好吸收 是很易于健康的食物 所以小朋友也要多吃黑肝蓝 这就是传说当中非常令人着迷的黑橄榄 把它放进去好不好 这个沙拉非常的漂亮 给他们交代一下 让他们成为好朋友 好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看一下 颜色丰富 味道清新的土耳其沙拉 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 好 小朋友们想不想吃 想 在吃之前我们要做什么 生吃桌子 来 吃饭 擦擦桌子 兮兮盘子 啦啦啦啦啦啦啦 刷刷杯子 整理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土耳其沙拉是怎么做的吧 第一步 将黄瓜 西红柿 甜椒 切成丁 第二步 将柠檬汁 西芹汁 混合在一起 加入盐 倒入撕碎的薄荷叶 第三步 搭配奶酪和黑橄榄 所有的东西混合到一起搅拌 土耳其沙拉就做好了 哇 欢迎回来 本来牧师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置办儿童机器人独虾冠名播出 好 非常美味的土耳其沙拉我们做好了 桌子也收拾干净了 接下来 小朋友们让我们来品尝美食吧 哇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大口吃 好好吃 好好吃 好高兴 又吃到了一种美食 虽然我们去不了土耳其 但是我们今天吃到了这个土耳其沙拉 真的是太开心了 那我听说我们的美食搜索员道哥 给我们带来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哦 今天我们的大厨也要为大家带来一道不一样的土耳其沙拉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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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有食欲 道哥都要流口水了 谢谢我们的美食搜索员 道哥和美食搜索员 也恭喜我们收集了智慧树派体新的美食土耳其沙拉 真的是太棒了 今天我们的四位小厨师表现得很棒 他们将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智能陪伴快乐成长制霸儿童机器人 以及南山备会婴幼儿奶粉 恭喜你们维基鼓掌 太棒了